俄罗斯沙皇格勒电视台于近日发布了一篇《亚历山大杜金》的文章 他在文中指出 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杜金表示 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大撤退后有必要进行综合的考虑 俄罗斯必须竭尽全力 对包括思想、军事力量、经济、文化、艺术等所有领域乃至个人进行广泛动员 才能够在与西方的斗争中获胜 本文作者《亚历山大杜金》是当代俄罗斯最活跃的理论家、政治分析家之一 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 其地缘政治理论被作为研究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参考 在过去的几天里 在乌克兰的力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此有必要进行综合的考虑 总体上 基辅在赫尔松地区的反击是失败的 然而在哈尔科夫 他们却取得了成功 哈尔科夫地区局势和俄联军的被迫撤退 成了一个转折点 如果我们不谈这对爱国人士心理和情感的影响 则应该明确的是 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中 我们已经无法回头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建议采取非常措施来扭转局面 其中一些建议非常合理 我并非这些建议的原创 但我尝试总结一些基本的观点和建议 并将其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中 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如今 这并不是我们的担忧或期待 而是已成事实 俄罗斯与西方北约及其盟国交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在逼近 是否会使用核武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 核末日的可能性每天都在增加 许多美国军官公开宣称 即使我们完全撤出乌克兰 西方也不会满足 他们将在我们的土地上终结我们 坚持无条件投降 去帝国化和分裂俄罗斯 西方对于1991年苏联解体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投降感到非常满意 尤其是在这之后 我们在西方的组织下 采用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政治和经济制度 今天 西方的红线是独立自主的俄罗斯的存在 即使在俄罗斯联邦境内 乌克兰武装力量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反攻 正是西方对俄罗斯的直接打击 众所周知 这次进攻是由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指挥部组织 准备和装备的 而且这场反攻直接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 北约不仅提供军事装备 而且西方军事太空情报 雇佣军和教官也直接参与 在西方眼中 这是终结俄罗斯的开始 既然我们已经放弃了对哈尔科夫地区 我们控制下的领土的防御 我们就可能会被进一步击败 这不仅是基辅方面取得的一次成功的反攻 更是北约部队东晋所取得的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成功 当然 我们也可以尝试将此次在哈尔科夫的大撤退 归咎于暂时的技术困难 进而将对问题的本质分析推到以后 但这只是自欺欺人 只会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 使得士气低落 因此需要冷静地承认 西方已经向我们宣战 而且可以说已经开战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也不想战争 正如1941年 当时我们也不想和纳粹德国开战 但在当前形势下 当他们事实上对我们发动了进攻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赢 要捍卫俄罗斯的生存权 我们不应该等到敌人摧毁我们的房子 杀死我们的爱人 我们的儿女 这就为时已晚了 上帝不允许我们如此 西方正打算对我们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必须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 来击退这次袭击 竭尽全力 对包括思想 军事力量 经济 文化 艺术等所有领域 乃至每个人 尽心动员 明镜需要砍有更多的力量 在逐渐渠求